1970年 慈禧志工前往花莲南方 进行东陵发放前的仿式作业 巴士卡在河床里 志工们只好下来推车 这个珍贵的画面 被正眼法师在第一时间记录了下来 有人因此说 正眼法师其实是慈禧的 第一位人文真善美志工 早期为了记录慈禧活动 志工们自主分工合作 发展出三个团队 应联会负责图像录影 比更队用文字记录 还有文宣组专门记录慈禧活动 上海说那应该把它结合在一起 讲到这一个故事 要图有图 要影有影 要文字有文字 影音文字结合在一起三合一 所以一开始我们这个志工团体 结合叫做三合一 同样在贫穷部落生活 南非德本慈禧人 对他们有份恳惜 三合一后来更名为 人文真善美志工 一间扛起提供大爱台新闻 和节目内容的重任 每天大爱台新闻部的同仁 会将志工传来的影片 配上口白 后制后播出 三合美志工他们偏不在欧亚非亚 甚至是很偏远的地方 都有他们的足迹 那这个点是在一些媒体 或是一些通讯社都做不到的 他们也是我们当地的特派员 跟当地的驻地记者最及时 而且最深入当地的内容 从类比到数位 随着电视产业的日新月异 这些志工的本行 并不在传播领域 为了使命必达 吃足苦头 那是他学 一看 完全看不到 那上面所有的都是英文的 而且那个专业术语 对我们来讲困难重生 吕桂树是应联会的元老之一 在台电上班 而吴明伦则是幼儿园园长 也是2004年最早接受 大爱台训练的志工 其实我们在上第一堂课 有一位讲师他讲说 你没有拍过100支DV蛋 你不要说你会录影 如同上年讲的 你从做中学 然后学中诀 就会去鼓励自己 就尽量一直去拍 大批志工自备器材 甚至一肩扛起 人间菩萨节目内容 地毯式记录各地 辞呈委员的典范行仪 这个对志工人员 真的是一大挑战 因为他必须从自己去找故事 然后到出版 专版 到拍摄到最后的把影片 两分钟呈现出来 突然要开始做一个节目 对他们来讲 可能不要说做节目 可能连奋进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通常我们收到志工带子的时候 我们会先确定他交的六项 那个有没有正确 比如说他的格式 该给的资料 有没有都给其 影片里面的拍摄的东西 有没有顺不顺畅 流不流畅 我退过十几次来 他一直讲 那个续剧要联系 我们就这个怎么会没有联呢 我们会发现还真的没有联 这个丢出去的瓶子 怎么刚刚丢着红色 现在怎么蓝色 自我解潮求进步 其实为了帮助志工提升技能 教育训练和人才养成 没有停过 深圳美到现在 差不多将近满十五年 所以在这个十五年里面 其实我们有做了 人才养成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我们前五年 前五年我们就是 希望能够尽量邀请 我们的外聘讲师 来陪伴志工的话 志工会比较有信心 很多志工放眼一看去 都是灰白色头发的 你就会看到说 他如果老 他要跟你学 你就觉得 你不要叫我老师 你们大家都有工作 那其实你们就更令我敬佩 因为你们可能花时间 还可能来学 这群志工更是 带台员工学习的典范 我们来这边上班是可以领钱 他没有钱可以领 他做那么认真 那何况是我们 我觉得最感动你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年纪 它不会是最大的问题 热情 对才会是一个持续 他们可以继续做的一个动力 他一直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其他媒体 所说的